第六届所谓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会议26号在台北举行 所谓台湾日本交流协会会长苏嘉全出席致辞 绝口不提日方日前两次扣押台湾渔船 引发外界批评 台湾渔船如果被日本海警追捕 可否向大陆求助 大陆学者表示义不容辞 戴兴德上任百日 在两岸方面刻意升高对抗 在对外方面以外谋睹 在岛内施政上则是罔顾民生 恶斗所谓在野党 甚至在党内关系上也极尽强势作风 其中最被外界诟病的点在哪 今日海峡邀专家为您解析 黑神话悟空引发的玩家换机潮 不仅带动台湾生产计算机配件的多家企业股票上涨 高阶显卡需求暴涨的商机 同样让台湾商家大赚一笔 稍后请看详细报道 关注连岸 连岸关注 这里是海峡卫视 今日海峡 我是靖贤 我们一起来看新闻 8月27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 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在北京会面 这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时隔8年再次访华 也是沙利文助理任期内首次访华 是双方落实两国元首 旧金山会晤共识的重要举措 再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 据台湾媒体报道 第六届所谓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会议 26号在台北举行 所谓台湾日本交流协会会长苏嘉全出席致词 但他绝口不提日方日前两次扣押台湾渔船 引发外界批评 以互惠互利互助的精神 充分的沟通对话 任何闲而未决的课题必定 都能取得双赢的解决方案 第六届所谓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会议 26号在台北登场 苏嘉全在致词时强调 所谓台日友好 却绝口不提日方两次扣押台湾渔船 引发批评 现在民进党政府执政的八年里面 对到日本我们就是要挨一劫 据台湾媒体报道 此前台湾抚扬266号渔船 附身号渔船 相继被日本公共船 以违反渔业法规为游抓扣 在缴纳罚款后获释 民进党当局认为 有关渔船违反日本渔业法规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当时回应称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维护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权益 根据中日渔业协定 日方无权在有关水域 对中方渔船采取执法措施 中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要求其立即纠正错误做法 并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8月17日至18日 交通运输部所属福建海事局 东海救助局 共同实施 2024年台湾海峡海上巡航执法行动 增强对台湾海峡海上交通管控 和应急救援能力 气势保障在台湾海峡 航行生产作业的船舶 设施和人员生命财产安全 前民代郭正亮认为 此次海上巡航执法行动 覆盖面积比往年范围更广 这样的常态化执法巡查 已经进一步延伸 且大陆官方还公布了求助专线 12395 若以后台湾渔民被日本公武船追捕 可拨打这个电话向大陆求救 台湾同胞海上有事 可以拨12395 意思就是说 未来台湾的渔民 你如果在海上有难 或者是被日本人给你扣船 被菲律宾扣船 台湾政府没用 你可以找我 郭正亮批评 台湾的渔船 如果被日本扣 被日本追 照台海巡部门 和台所谓周日代表处都没有用 因为赖清德 就是亲日的所谓独派 碰到日本就跪在地上 根本管都不敢管 近几个月 有多艘台湾渔船 被日本海上保安厅公务船拦截检查 甚至扣人扣船 被迫缴交高额罚款 外交部指出 日方无权在有关水域 对中方渔船采取执法措施 反观民进党当局 却是没有任何实际作为 党内舆论表示 如果再被日本海警船追 可以拨打大陆 12395专线求救 对此大陆学者认为 义不容辞 我想中国设立这样的一个12395的海上呼救电话 主要是为了保护中国渔民的合法权益 也是保护中国台湾省级的渔船的合法权益 中日两国政府在1997年已经签订中日两国的渔业协定 这个协定已经明确规定了双方两国的渔民和渔船 可以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捕鱼的一个合法作业的一个安排 包承科进一步指出 台湾渔民可以直接向中国大使馆或驻日领事馆申诉 让大陆对日交涉 争取台湾渔民权益 这个区域是已经划定由中国政府进行管辖的区域 日本政府的海上保卫厅是没有权力进行干涉 或者说没有权力对中国的渔船也好 对中国台湾省的渔船也好 都不具有执法权 因此日本的这样的一些做法是违反的 我们当然保护中国渔民的利益 同时也当然保护中国台湾省渔民的利益 这是中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厦门大学台研院副院长张文生表示 之前台湾渔船遭到日本扣留 一些海上纠纷台湾渔民需要大陆海警部门帮忙的话 他认为海警部门也是乐意失源的 像有一些台湾移民在钓鱼岛海域 遭到日本海警部门的距离 甚至扣押 甚至粗暴的对待 那么大陆方面也及时的施以援手 给予救助 那么包括在福建沿海 那么有一些台湾渔民 在碰到台风或者说海难这些 也都得到了大陆海警或有关部门 海上执法部门的积极的救助 那么这些都体现了一个中国原则 也体现了大陆方面 把台湾同胞当作自己人看待 那么这个也是大陆执法权的体现 当然也是国家主权的体现 赖清德上任百日 在两岸方面可以升高对抗 在对外方面以外谋独 在岛内施政上 则是网顾民生 恶动所谓在野党 甚至在岛内关系上 也是极尽强势作风 下面我们就通过短片 来做个简短回顾 赖清德上台后 包括美国联邦众议院 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 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 美国常驻联合国前代表黑利等政客 先后率团窜访台湾地区 甚至还有美国军火商组成的窜访团赴台 举办所谓台美防务产业论坛 据民进党当局统计 从5月20号至今 赖清德已经接待了 50个赴台的国际窜访团 赖清德上台时 公然宣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 赤裸裸贩卖所谓两国论 之后更数度公开宣扬所谓台独理念 8月23号 赖清德在金门参加活动时 又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 在台行政机构日前拍板的 2025年度总预算中 整体房屋预算规模 更是高达6470亿元新台币 较2024年度增加了约7.7% 闯历年新高 赖清德当局打着和平的幌子 大搞以物谋独 以外谋独的虚伪嘴脸和阴险本质 已显露无遗 为了配合赖清德的谋独谬论 台陆委会不顾岛内主流民意 要和平 要发展 要交流 要合作的声音 误称台湾民间人士参加海峡论坛 是去参加所谓统战活动 大陆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 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后 赖清德在回应时叫嚣称 在大陆眼中 台湾只有中华统一促进党不是台独 甚至还经由台陆委会宣布 提升赴大陆及港澳地区旅游警示为成色 建议台湾民众避免非必要赴大陆及港澳地区旅行 有舆论指出 这是意图拉2300万台湾民众 为顽固台独分子垫背 而在赖清德上任的这百日内 民进党内也是弊案丑闻不断 8月27号下午 桃园地检署举行记者会 公布台湾海基会董事长 桃园市前市长郑文灿 设土地弊案的侦查结果 郑文灿等11人被桃检认定 设犯贪污治罪条例 情节重大 将依贪污治罪条例提起公诉 而郑文灿正是赖清德上任后 反贪腐的第一刀 这刀正正好砍在 曾经在蔡赖之争中 站在蔡英文一边的郑文灿身上 现在民进党内 没有人敢勇于站出来挑战赖清德 赖清德用人的权子确实不大 但也许很多人是想要斗争他 有意思的是 没过多久 有赖清德嫡系台南帮的陈宗燕 李孟燕 林一锦等人 纷纷涉及丑闻或案件被查 岛内有评论指出 这是民进党内不服赖清德的派系 进行的反击 这样子的一个名单 其实就是用人为亲 这个资政的名单 确实有所谓的争议 包括说过去有爆发性侵 而且性骚 8月1号 赖清德办公室公布新聘 所谓资政和政策顾问名单 其中居然有赖清德98岁高龄的亲舅舅 基隆庆安公主委童勇 以及赖清德就读成大医学系的教授 韩良成 外界诟病赖清德任人为亲 他这么明目张胆的用这些人 难道社会没有一点公民吗 非和家园不是民进党的意识形态 能源议题绝对不是简单的 只是反核或永和的是非题 赖清德上任后 民进党虽然看似在能源政策的问题上 有所软化 但外界认为赖清德只是在演戏 而缺电已成为岛内存在的不争事实 此外 赖清德的强势态度 也在这百日里得到充分体现 从民进党跟蓝白党团 在台立法机构的一次次冲突 到不惜把台立法机构改革付诸所为视线 甚至在民进党内部分 赖清德也是态度强硬 明代陈廷飞被所在派系开除 外传就是因为跟赖清德子弟兵的竞争关系 但在后来的民进党中常委选举中 陈廷飞一举以最高票当选 也被外界认为是党内非赖系 对赖清德的反击 从5月20号到8月27号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已上任100天 作为得票绿井四成 且在台立法机构并非最大党的双少数领导人 赖清德选择的是强硬路线 在这100天里 完全展现好斗诚信的政治性格 党内舆论近几天 也接连对赖清德的百日成绩单 做出点评 27号 赖清德在脸书发文 分享上任百日的感受 他声称 能为台湾服务是他毕生最大的荣幸 第一个100天只是起点 期待与大家携手走过未来很多个100天 但是赖清德上任百日 并没有给台湾民众的生活 带来正向感受 据台湾美丽岛电子报26号发布的最新民调 52.2%的台湾民众认为 台湾整体经济现况不好 比上月增加1.8个百分点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隆泰近日 贫上各大平面电子媒体接受专访 力拼百日施政成绩让民众有感 但这份民调也是无情地打脸了朱镕泰 该民调询问台湾民众对台行政团队 31位部门主管中14位的知晓度 结果无法正确回答任何一位部门主管姓名的民众 竟高达69% 而民众正确回答的比率同样惨不忍睹 位列第一的台房屋部门主管顾立雄 只有21.4% 台外市部门主管林嘉龙紧随其后 惨跌至13.8% 值得一提的是 台数位发展部门主管黄雁南 台农业部门主管陈俊记 台教育部门主管郑英耀 以及台劳动部门主管何佩山等人 民众知晓度甚至未达1% 那其实现在看得出来 赖是一个走一个不妥协的风格 就是什么事情就是跟你对抗到底 我们在立法院能够感觉到最强烈的这种氛围 那其实这个我不觉得这个对抗是有利的 那赖清德他就是只想要有一种声音 就是他的赖系的声音 可是赖清德的声音在我们台湾又不是多数 只有四成 他就是要让六成的人没有声音可以发 所以你这么的强势反而阉割了民主 那未来可能对抗就会更激烈了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赖世宝 以所谓朝野对撞两岸对抗八字 注解赖清德的百日施政成果 他在脸书发文指出 赖清德以少数领导人却强势领导的姿态 创了很多不堪记录 对赵琪就职讲话 很多政策明显地背乎自己的承诺和宣誓 未来很难要台湾民众信赖他 赖清德未来继续以意识形态制台 只做民进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 把所谓在野党当成敌人 不愿意沟通 强势打压 所谓朝野关系只会更恶化 在所谓新两国论的框架之下 两岸关系更是看不到缓和的空间 台湾资深媒体人赵绍康也在脸书发文称 因为赖清德的责恶固执 这一百天以来两岸对抗 所谓朝野对撞 他的表现比前领导人蔡英文更糟 赵绍康还强调 政治很多时候需要妥协 两岸关系也是 赖清德都用硬碰硬的方式处理 台湾未来局势堪忧 他还感叹说 虽然赖清德的表现实在乏善可陈 不过大家现在的期望很低 只要不打仗就好 对内务经济也不太在乎 实在是台湾民众的悲哀 台湾舆论也对赖清德就职百日 纷纷提出警示和批判 台湾中国时报27号发表社论 题目是赖清德必须抛弃 所谓两岸两国幻想 社论指出赖清德就职一百天 利用各种场合 文告 宣示他的台独史观和所谓两国论 进行他所谓洗涤人心的政治议程 为台湾所谓终极独立的梦想铺垫基础 如此不是大局的主观性 片面性政治图谋 不仅违逆历史发展趋势 而且突然恶化两岸关系 致使台湾陷入更危险的境地中 社论更建议 如果民进党当局真正爱台湾 顾民众 就必须扭正错误的台独史观 断然抛弃所谓两岸两国的 不切实际幻想 提出反独谋合的论述 进而在两岸共识之下 彼此恢复对话 共谋和平统一之道 相关问题 我们来请教台北的时事评论员 董志森 董先生 赖清德上台百日 对于他这一百天的施政 您做何评价呢 赖清德这百日 其实他最大的特色就是斗 他跟每个人都要斗 除了国民党或者台湾民众党之外 他甚至斗自己党内自己的人 那个不要讲两岸 他也是采取一个斗的态度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人好斗诚信 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做法 其实内心的想法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他是双少数的领导人 这个领导人 他自己会觉得自己非常的不踏实 不但选票只有40% 而且在立法机构 他也是少数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赖清德他就是自己心息 所以就表现出自己好像很强 事事要跟人家争 那这就是他现在百日来 大家可以看到了 他将来的手法大概也就如此的不便地继续做下去 那赖清德当然他在这百日来最大的败笔 当然就是两岸 两岸他想的是什么 他觉得美国 欧洲很多国家可以给他做靠山 私议的政客纷纷到台湾来讨好处 变成这几年台湾一个非常流行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 这种双少数的领导人 其实反而更危险 因为他怕人家看不起他 他要表现比别人还激烈的手法 表示说我比你强 那这个就违背了我们中国人讲的正通人和 人和以后正就通 他事事要跟人家斗 那很多东西就变成讨论不下去了 所以我们对于他将来还有三年半的时间 不敢寄予厚望 只会越来越糟 所以有百日可以看到四年 那这个领导人他的手脚都被看破了 好的 感谢董先生的点评 相关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 北京演播室的嘉宾 时事评论员朱松林 朱先生 赖清德上台百日 在两岸议题 岛内施政与所谓在野党 与民进党内的关系上 都表现出强势地场 台湾民众党发言人用威权形容赖清德 他会不会假民主之名 在台湾行威权之时呢 按照西方的这种价值标准看起来 赖清德上台百日的这样一系列的举动 都是一些威权的标准 确实是打着民主的息后 来做威权的事情 首先一点就是他极度不尊重 台湾岛内民主选举的结果 也极度不尊重 根据选举结果产生出来的 立法机构的政治生态 在具体的相关的一些议案 到底要不要通过 相关的一些预算 到底应该如何去处理 以及相关的一些问题 应该是如何去决断的 这种情况之下 应该说国民党和民众党 这两个政党所组成的 蓝白联盟 在立法机构里边 应该说对于民进党当局的 这样一种监督 做的相对来说比较到位 赖清德就是恼羞成怒 采取了一系列的相关措施 也就是说他其实在骨子里边 一向都是威权的 而不是西方所谓的民主的 第二就是在打击政敌这方面 也采取了所谓的 这些威权的一些方式 就是动用司法手段 动用行政手段 对自己的政敌进行打压 在党内对郑文灿 进行了雷霆万军式的 这样一种打压 尤其是在郑文灿生日的这一天 在大庭广众之下 采取了种种羞辱的方式 对郑文灿进行抓捕 所以说总体上看起来 这样的一些手法本身粗暴性 以及对于人格的这种蹂躏性 对人的这种不尊重性 等等各种很多方面 展现出来赖清德的这样一种特性 那么这样一种做法 应该说按照岛内的评价 看起来是非常不利于 台湾民主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 本身也是意味着台湾民主的一种倒退 所以这基本上就是对于 赖清德上台以后 100日的一个评价 总体上看起来 这一份评价还算是相对来说 比较实事求是的 好的 感谢朱先生的点评 台湾云林县的 麦辽燃煤发电厂一号机 依合约规定 今年5月31号到期 但台电为补充发电量 决定延长合约期限 至2025年底 引来许多批评 南投县健康空气行动联盟发起人 林翠兰表示 自己是资深民进党党员 但为了拯救乡亲的健康 自己有反核 转为支持核能 也因此在今年6月 选择退出民进党 不买云林麦辽燃煤发电厂一号机 除一跳票 燃煤受害者代表及环保团体 26号赴台经济部门抗议 要求麦辽燃煤发电厂2号机组 9月如期除一 南投县健康空气行动联盟发起人林翠兰说 自己的唐叔去年因肺癌丧命 表姐几年前也因肺腺癌骨转移过时 麦辽燃煤发电厂的燃煤污染 对云林乃至南投竹山一带 空气质量影响十分严重 许多乡亲 长期阴燃煤的空气污染 而出现肺癌 我是一个十几年的民进党党员 我们知道非核家园就是民进党的神主牌 就是他的意识形态 但是选择之下我会支持核 就是因为政府执意进行非核家园 所造成的一个后果 应该要适时的让现有的核电机组 都能够研溢 你就不会碰到每天晚上都出现 供电吃井的状态 抗议代表强调 营运达25年的麦辽燃煤发电厂 加上台速石化煤气电共生机组 对地方造成严重污染 危害民众健康 因此呼吁台经济部门 环境部门以及台电 不要因为商业利益而忽略人权 应顾好民众健康 台所谓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过去针对国民党追讨了不少党产 但26号被判决败诉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认为事实并没有厘清 因此撤销所谓党产会处分 另外台湾中广公司也曾被所谓党产会认定 为国民党负随组织 被追征77.3亿元新台币 如今党产会也败诉 国民党2006年将台北市中山南路的 中央党部旧大楼卖给张荣发基金会 但被民进党当局所谓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认定 原指为国民党取得的不当党产 因已出售无法取回 所谓党产会2018年处分追征 国民党11亿余元新台币 国民党提出抗告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更衣审26号 逆转改判国民党胜诉可上诉 更衣审判决理由指出 党产会处分追征时 国民党中央党部原指已出售 并向党产会申报 国民党当年时赋 共3亿7712万余元新台币 取得原指房地 尚非资议压低价格 难以认定构成 明显不相当对价 此外台湾中国广播公司 被所谓党产会认定为国民党负随组织 并要求名下13笔土地 及建物宜为公有 追征已转移或出售的29笔土地 共77.3亿元新台币价额 中广提行政诉讼 现在也因为所谓党产会 时间点搞错 背叛败诉可上诉 国民党对此回应表示 这证明了所谓党产会 透过司法追征 滥诉的政治清算 毫无正当性 党产会基本上 它成立只有它的政治目的 就是对国民党赶尽杀绝 我觉得完全是从政治的角度 来看问题 接连败诉 一再证明党产会 透过司法追征 滥诉是毫无正当性的行为 希望党产会 不要再做过多的政治性的解读 跟追杀了 好好的本于事实 把事情调查清楚 不要再用政治来反昂 相关问题 我们来请教台北的 时事评论员董志森 董先生 国民党迈旧党部大楼 遭追征11亿元新海币一案 及中广公司 被认定为国民党赋随组织一案 所谓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接连败诉 对此您有何观察 民进党追杀国民党的脚步 是要放缓了吗 这两个案子 8月26号同时宣判 党产会都输了 很多人讲 哇 现在是不是政治的氛围变了 其实也不是 他最主要的 就是国民党这边的挤震非常清楚 那他把这个挤出来的话 发现你们党产会 追杀国民党 追得太过火了 很多东西就不讲政绩 甚至很多连分自己都搞错 国民党把这些政绩拿给法官看 法官说你连 你连那个连分都讲错了 你还有什么好变 那我们看 赖金德商认以来 党产会会因此而比较收敛 或者因为法院判书 而比较手软一点吗 其实也不可能 在台湾 党产会就是一个东厂 他们的工作就是 完全在做这个事情 他们从各种文件里面 去爬书国民党 怎么样 占用台湾人民的土地 然后就一件一件 那现在吃了败帐 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 为什么 因为你过去都以而传而 或者用一些自己 很多纠结在内心的想法 来做打官司的基础 所以我觉得说 经过了中广 还有国民党中央党部 这两个案子 被法院判输 党产会只会变本加厉 他绝对不会认输 那他一定在上诉 所以虽然表面上国民党赢了这官司 但是民进党还会继续跟你纠缠 现在国民党最大的优势就在立法机构 你是最大党 你配合台湾民众党是购办数的党 你可以在里面做任何的表决 那这些其实是国民党最有力的战场跟武器 所以法院打员官司是一回事 真正政治上的层面 国民党要沉住去 而且要用非常大的耐力 去跟民进党做缠斗 好的 感谢董先生的点评 下面我们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 周西的诸多廉政思想 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 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 周西的诸多廉政思想 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时刻提醒大家 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共心 公正做事 不存私心 做人要存正直之心 行仁义之德 不宜一毫私利自闭 不宜一毫私欲自磊 谁的飞机啊 来起飞了 不好了啊 我得饱饱掉了 嘴呀 嘴 这啥呀 孩子找不着的 别动 老人家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老人交代 姓名 南来北晚 8月26日起 18点45分 就在海峡卫视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台军首批 一年期义务义男 最快9月 就要接受基地训练 但率领这些义男的 四位步兵营士官 日前向台立法机构 递交书面说明 集体陈情 部队短少装备 无法达到训练标准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军今年开征 一年期义务役前 负责接训义务役的 台陆军步兵新训旅 其实就呈现出 基层干部不足的现象 其中中少尚卫 与上市班长最缺 经台军方补充 干部平均变现比 也不过七成左右 勉强完成 今年第一批 3500名义务义男 入伍训练后 目前大多分发台陆军步兵率 9月起将陆续实施 13周基地训练 不过 率领这些义男的步兵营 事官反应 部队普遍缺乏通信机 战术装甲车等装备 经协调后 军团仍无法及时解决问题 他们被迫 以制度外管道反应协调 因此才共同署名 向台立法机构 递交书面说明 对台陆军步兵营 下基地装备不足 台防务部门称 将采用平衡调拨 及建案筹部等方式获得 确保步兵率 基地训练任务顺利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 此前曾表示 民进党当局 推出诱兵议期延长一年后 道内怨声四起 抨击不断 说明这一行为不得人心 民进党妄图以武谋独 让台湾青年充当台独炮灰 其心可诛 台独一日不除 台海就一天不得安宁 只有摒起台独 台海和平才能得到切实保障 台湾百姓才能安心无忧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军年度重要演讯之一的天马操演 26号和27号在屏东方山登场 进行陶氏反坦克导弹实弹射击 不过命中率并不佳 据报道 台军年度重要演讯天马操演 在屏东方山靶场举行 由台陆军新采购的 陶氏2B导弹发射车 搭载旧款陶氏2A导弹进行射击 不过疑似因为新款发射器 搭载旧款导弹 所以命中率不佳 拖把状况时有发生 还有导弹一出弹桶就直接往海里冲 在当天下午的操演中 总共发射17枚导弹 但只命中了7枚 远低于标准命中率82% 有意思的是 在当天晚间进行的夜间实弹射击操演中 台军操演部队凭借热成像瞄准系统 反而打出了12发重11发的成绩 勉强为白天糟糕的打把成绩 挽回了一点颜面 据悉台军对美军采购的 陶氏2B新型号导弹 采用更先进的无线导引 不再受限陶氏2A的同线导引 射程可达到4500米以上 针对美对台军售问题 国台办发言人此前曾多次表示 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民进党当局企图以美谋独 以武谋独 只会给台海地区带来兵凶战威 只会把台湾同胞推进危险境地 建筑面皮加上丰富馅料 台湾润饼延续闽南传统制作方式 加以改良 一片饼皮在两岸卷出不同创意 其日香港童装设计师 回台湾成立供货室 用回收过季的牛仔衣裤 重新设计改造 透过一双小手赋予二手衣裤新生命 台湾平经济 每个周末为您讲述 两岸民众的财富故事 这抓贼是态度问题 要是连个态度都没有 就不配当警察 到今天备直 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你要就有那胆子 就红衣大马 八抬大叫 长长亮亮把我抬走 要是你嫁给我 我保证一辈子都爱你 南来北晚8月26日起 18点45分 就在海峡卫视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26号报道 北京恒泰风餐饮有限公司26号宣布 由于公司营业执照20年期限已满 且董事会未能就迅展达成一致意见 公司决定 结束华北地区及厦门14家门店的营业 经典18折手工小笼包 皮薄馅多 还有鲜美汤汁 在大陆耕耘多年的顶泰风 是不少台商聚餐吃饭的老地方 更是不少观光客的打卡胜地 近军大陆20年的顶泰风 一直以来业绩口碑都不错 但就在这个时候宣布 华北14家分店要在10月底以前停止营业 我们北京顶泰风的营业执照 没有办法获得董事股东们一致同意 营业执照到期不能够续展 所以我们就依照公司法 做一个解散清算的一个工作了 报道称 北京顶泰风解散原因最主要是营业执照到期 北京顶泰风总经理杨炳坤表示 港澳台和外商在大陆的营业执照期限为20年 到期后需要公司所有董事一致同意才能续展 2004年成立的北京顶泰风 营业执照于今年8月3号到期 到期前召开董事会时 因有股东不同意 最后并未成功续展 据了解 经过台北顶泰风授权合作 北京顶泰风于2004年起经营北京 天津 青岛 西安和厦门的顶泰风餐厅 虽然将于今年10月31号前陆续结束14家门店 但负责华东华南地区的上海顶泰风不受影响 共18家门店未来照常运营 北京顶泰风表示 自2004年成立以来 始终致力于为顾客提供优质的餐饮体验 20年来 北京顶泰风从一家餐厅成长为多个城市中广受欢迎的饮食名片 在市场获得了口碑与辉煌业绩 并赢得了广大顾客与合作伙伴的信任与支持 国产游戏大作黑神话悟空的现象及热度 如今外溢效果也是日益凸显 其引发的玩家换鸡潮 不仅带动台湾生产计算机配件的多家企业股票上涨 高阶显卡需求暴涨的商机 同样让台湾商家大赚一笔 坐在32寸大屏幕前 化身所谓黑神话悟空的天命人 最重要的动作当然要够行云流水 这也成为玩家换鸡潮的由来 有时候会有点卡 就是某些动作 玩这个游戏电脑里面的装备要好一点 就是为了玩那只猴子不要卡卡的 显卡效能就特别重要 这一波抢显卡热潮有多夯 看看架上只剩展示的空盒子就知道 光是一个周末就有10到15组客人询问要换显卡 英伟达的4070显卡 一张要价25000元新台币 甚至供不应求 业绩成长30% 目前显卡库存的话 基本上都是已经销售一空 不止显卡卖报 甚至还有人为了要在打游戏时 效能更好 直接要店家整机组装 像是这台透明背板 黑色机壳主机 一整台组装费用近4万块新台币 通常都是换一整台电脑 最低最低 大概差不多在4万到4万5之间 还有店家寄出组装桌机加构系统 就直接帮你安装游戏 这股旋风吹进台湾 也连带让多家生产计算机配件的 企业股票上涨 26号台股微星大涨8% 收在184元新台币 华硕上涨8.5% 来到546元新台币 技嘉也上涨超过2% 与此同时 对于黑神话悟空背后 所彰显的中国大陆 整体实力的飞速提升 岛内舆论的称赞 也是不绝于耳 任何一个国家在它强大的过程中 都是从硬实力再发展到软实力 很少从软实力走上硬实力 因为你现在有直够的这些 硬实力包括什么 包括拳头 还有包括什么 包括钱 这些中国大陆现在都有了 那软实力就出来了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 这一次我看中国大陆这个成功 我觉得这也不是突然掉下来的 黑神话悟空热潮 让两个界看到一条 击败民进党利用行政资源 操控媒体 侧翼 网军 营造信心检防 进行认知作战的心路 那就是依靠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 凭借让台湾年轻族群 深切有感的发展成果 跨越民进党人为 设置的政治翻篱和话语陷阱 让两岸同胞在同玩一款游戏 同追一步剧的热潮当中 在生活节奏的同频基础上 实现心灵契合 当两岸玩家 尤其是年轻人在体验过程中 被中华文化惊叹不已 予有容颜之时 两岸同胞将更加深刻的认识到 流淌在两岸中国人身体里的 中华文化基因不会骗人 道道地地的台湾人 也可以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这是赖清德之流 再怎么装睡 装死 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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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